《水调歌头》 贺旁右傅 送张孝祥 学习鲁尘静 风曰楚云流 何人未写悲壮 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 观赛如今风景 简竹看无沟 盛喜燃溪处 骇浪与天福 一当年 周雨谢 复春秋 小桥出嫁 香囊未解 熏夜故悠游 赤壁鸡头落罩 肥水桥边摔草 苗苗苗换人愁 我欲乘风去 积极市中流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这一次终于学习了敌寇所扬起的耻辱陈霄 我被风云羁绊 滞留于釜州 有谁来谱写英勇壮士 舍身奋战的悲壮熊歌呢 唯有古城头七里陈雄的吹角之声 我素来就有江河湖海那样 壮阔奔勇的豪情壮志 当此边关告急 山河有益之际 我常常夜不能寐 条灯看见 渴望参战 已了平生饱国夙愿 令人大喜过望的是 心愿却在好友你的业绩之中得以实现 那采石鸡掀起的惊涛骇浪 也是气灵硝悍 高福天际 回想当年 三国时期的周瑜和东晋时期的谢玄 他们正年富力强 那时周瑜与小桥结婚不久 谢玄还未解下少年佩戴的香袋 但他们都于风流潇洒之中 从容不迫地在水中建立了不朽的工业 赤壁鸡头现在唯有落日残兆 肥水桥畔早已慢生荒凉摔草 向古人展现才能的地方 现在还会有望 由此产生了无限的惆怅和惆怯 我愿成长风披荆斩棘 冲破万里波涛 要像祖替决心北伐那样 挥降积水 誓死收复中原的大好河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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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